你是不是也不听我的了 不是 爸 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不听您的话了 你就说这复婚的事 那也得 那也得国强先离了吧 看现在这架势 他怎么可能离呢 这阵子 我一直瞄着那两口子 我看国强对那个女的 是有点意见 只不过是这个新鲜劲没过 你等着吧 咱们早晚出问题 千万别出问题 这离婚真不是什么好事 国强倒不傻 以前以后的倒不会贫 就那个女的跟你比 他比得了 也不是这么说 毕竟 毕竟孙元还是年轻 好看 年轻好看订饭吃啊 那国强不是说了吗 结婚不能光吃饭呢 自战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他们俩散了 你还能回去吗 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 是 那就好 这回啊 我才豁出去了 我得让他们知道 把老人比鸡眼了 我照样上方接网啊 爸 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等着跟国强复婚 爸 我 我还没说呢 我不听你说 我还不知道你 静止得对别人着想 什么时候你想过你自己 你不想 郭文导说 我是你爸 我得听你讲 从小到大 没爹没娘 叔叔婶婶不待见 你说你遭了多少罪啊 一到这个小屋 我就想起头一回见熟你那个样 破一烂扇 瘦得一把骨头 风铃鱼里 沿着铁道馅 先火车上扔下的垃圾 你说你 你说你命那么苦 爸 不苦 我命多好啊 我能遇到您和我妈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 没用 你记住了 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女儿 你得听我的 等着跟国强复婚 我能遇到你了 喂 杨小战给我听着 你要再从中使坏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什么喊 冯哥想想告诉你啊 我现在不是你老婆 你少冲我发火 这会什么呀 你装什么闯 你借着老人对你好 背后给我使半 就算我跟你离了婚 你恨我怨我 你想我死 你找人把我捅了算 你有本事 要不是你背后使坏 我爸怎么会老逼着 我跟你复婚 我怎么知道啊 你算了吗 要不是你背后挑唆 那才见鬼呢 冯国桥 你也太自信了吧 你以为你永远会 活在我心里啊 你在我这儿 永远都是香伯伯 你少来这套 有本事你别缠着我 有本事你自己去找个男人 拿我妈我爸当枪使 你什么东西 你你你 你怎么说话 跟我泼妇一样你 神经病 那个孙媛媛不敢跟你扎刺了吧 不光他不敢跟我扎刺了 连我爸都老实多了 爷爷你真牛 那是当然喽 爷爷走的桥比他们走的路多 爷爷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呢 姜还是老的辣 那可不 孙子 我得让他们知道喇叭是同波士帖 哈哈哈哈 现在关键的是 是稳住你妈 我妈他怎么说 你妈说他没找人 他说的 可不是他说的怎么 哎呦我吃你 哎哎 好 行吗 好 就这样的啊 再放点线 骗子 欣欣 你不能这么说 阿姨 欣欣 你已经是大海客了 你爸和你妈已经离了 你总不能让你妈一辈子不嫁人吧 你也不忍心对不对 你看 你看你妈多高兴啊 这还是我看到他离婚以后第一次这么高兴 多难得呀 往这边放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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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再高 再高是线 哎呀你别看你妈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她心里啊还是挺苦的 都快四十的人了 让你爸给扫地出门了 她心里受得了了 其实周勇这个人呢还是挺好的 他是真的对你妈好 一开始你妈也没打了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你妈想把你的抚养权要过来 要我跟她有什么关系 那你妈总得有一个完整的家才行啊 你爸那边条件那么好 你妈要是真下了岗 人家法院肯定会维持原判的 还好 哎呀呀啊 干嘛 你儿子 妈 欣欣 哎欣欣你别跑啊 干什么呀你都怪你 让她知道也好 反正早晚点之后 好什么好 你放心 我给你搞定 怎么的 奥运会有你啊 你追我干嘛 岁数大了 真不比当前 你别打岔 我问你呢 追我干嘛 想跟你交流交流 谁爱搭理你 不搭理不行啊 孩子 我可能马上就成为你爸爸了 自作多行谁答应你了 你妈呀 你妈要是不答应我 我也当不上你这个爸爸 你说对不对 别拉我 我这还没说完呢吧 我再说一个事 你特喜欢 你说完我都不喜欢 喜欢足球吗 我听你妈说你是 超级球迷 是国安的铁点粉丝 想不想弄一个国安队的足球的签名 当然想 叔叔给你弄一下 真的 这还能骗你 就你 什么渠道 国安的领队 跟我发想 老街坊 弄我一个签名 小贪一叠 小湛 小湛 这衣服是你的 是 妈来过来喝茶 好 烫烫烫 好 来 坐 歇会儿 那个 小湛 是你爸让我来的 他让我再跟你谈一谈 正好 我也有事要跟你说呢 我跟你说啊 怎么说呢 就是上次你爸来跟你说的那个事 要是你跟国强能够复婚 我也挺高兴的 可是妈 我知道 这个 我也觉得你爸这个想法不太靠谱 我 是 我也觉得 我跟你说吧 现在家里 就一个孙媛媛就快把我给折腾死了 现在你爸和国强 开战了 你说这爷俩为一点小事 你说谁也不让谁 你说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妈 我爸可能是在妻头上 你也知道 自打国强提出和你离婚 你爸就憋了一口气 以前还能憋住 现在憋不住了 你爸的脾气你也了解 这驴脾气一上来 你按都按不住 他就是让我今天来问问你 你对国强还有没有感情 如果还要有感情的话 他就开脚了 开脚 就是脚和 我跟你说 你爸就是看不上孙媛媛 他就是想把他们俩的婚事叫慌了 妈 妈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 我谈了个对象 妈 妈 我还想让您帮我把把关呢 不用不用 只要你喜欢你看上的 就行 妈信得过你 妈 妈你生我气了 没有 真的没有 妈高兴 真的 妈真的为你高兴了 什么时候办事 跟妈说一声 当然了 我怎么会不告诉你和我爸呢 妈给你准备嫁妆 肯定让你满意 你看 一天天走苗 一天天夸大 一封肤脸 不 没 家 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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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现在这心里头啊 可矛盾了 一方面我也希望小湛有个好归宿 可是真要是这样 我这心里头也不知道怎么的 七上八下的 这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我看咱们家国强 则是彻底没指望 我说老头子我求你了 你千万别再搅和了 你要真把国强和圆圆搅和黄了 你说咱儿子打光棍 那咱不更糟心吗 老头子 老头子我求你了 咱就认命吧 哦 中文字幕——YK